武漢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台湾第二波人道救援 捐赠欧洲联盟 美国拉宾美洲 以及新南向政策国家 约600万片医疗籍口罩 其中30万片赠予菲律宾 日前84箱口罩抵达马尼拉 马尼拉经文处及驻飞代表徐佩勇 特地赴机场见证台北关系友好密切 这不仅象征台湾人民 与全世界各国的人民 团结一致来对抗COVID-19 同时也代表了台湾的人民 对于菲律宾人民的人道关怀与爱心 刘文克同时指出 在台湾的飞机劳工 也能借由实名制买到口罩 获得很好的照顾 政府伸出援手提供防疫物资外 菲律宾台商总会及台湾同乡会 近日也大力捐助5万5千片口罩 给菲律宾卫生部 多家医院以及地方政府等单位 发挥人机几机的大爱